大家好,我是Alan 我有一間美食工作室,叫月食 番茄燒茄子是我大學時候經常吃的一道家常小炒 這道菜,酸甜咸鮮 特別適合下飯和拌麵 簡直就是夏天的絕代霜茄呀 番茄一般選擇表皮光滑 個頭飽滿圓潤 然後摸上去會有這種輕微的彈性 聞上去它有淡淡的香氣 這樣的番茄它一般顏色的果肉會比較紅 汁水也會比較多 茄子我們今天選擇的是中腸的紫茄 這樣子的茄子它比一般的細腸茄子更厚 吃起來更有肉感 先把番茄切小塊 茄子去頭去尾,切成條狀 方便我們在炸的時候快速地炸熟 燒的時候比較入味 茄子不用去皮 去皮以後容易氧化發黑 它會影響人體對鐵的吸收 青椒,小紅辣椒,蔥,蒜 切好備用 鍋內放底油 油溫燒到六成熱 感覺這個手開始有點燙的時候 然後我們把這個茄條下入油鍋 炸的時候你保持這個大火的狀態 量不要太大 我們來分次來炸 因為量大的話 油溫容易一下子過低 過低的話它受熱不均勻 茄子會吸多餘的這個油粉 口感就會變得油膩 茄子在炸的時候一定要炸透 開始稍稍變色 表皮開始有點金黃的時候 沥油撈出 放在廚房紙巾上 吸去多餘的油粉 取一點炸過茄子的這個熟油 煸香蔥花、蒜末、紅椒圈 放入番茄塊 可以加一點點鹽 讓番茄快速出汁 加一點糖 中和番茄的酸色感 倒入茄條青椒塊 一起翻炒均勻 最後淋上一點生抽調味 提鮮 等到醬汁濃郁就可以關火了 雞刀菜酸甜鹹鮮 特別下飯 湯汁特別多 拌麵也是一絕 好、桂蔚 蘘 打炒均勻 重感 裝作詞